戴比尔斯的钻石营销 A Diamond is Forever 也就是钻石横久远一颗永流传 可以说是开创了真爱营销的先河 这种营销方式呢 起到了三个不同的作用 首先钻石的化学稳定性 让人容易产生对爱情永恒不变的相关联想 于是呢 钻石变成了爱情的象征 让消费者产生了很高的评价条件反射 建立了钻石和爱情的连结 其次呢 戴比尔斯在1940年的时候 遇到了钻石二手市场的冲击 但钻石横久远这句广告语呢 则肯定了钻石的传承价值 减少了消费者对于戴比尔斯钻石的二手交易 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市场份额 也抑制了钻石二手市场的发展态势 第三呢 强调钻石的传承价值 也鼓励了当时很多中产阶级的消费者 去消费钻石 因为钻石呢 作为一种奢侈品 价格昂贵 一颗钻石呢 就会花掉很多消费者 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者 两三个月 甚至是半年的工资 而戴比尔斯钻石很久远的这句广告语 赋予了钻石很高的投资和收藏价值 除了戴比尔斯这句经典的广告语之外呢 主打珍爱营销市场的还有国内钻石品牌 通过男士一身仅能订购一枚 以及凭身份证信息购买 记录终身不删不改等方式呢 使爱情在这一过程中 有了更加具象化的表现形式 大大提升了钻石的象征性价值 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呢 更多钻石品牌 也迎来了这一时代的消费人群 那么珍爱营销到现在 还有何作用 年轻人还会吃这一套吗 随着中国女性的消费价值观 越来越呈现出越极的属性 女性作为钻石的消费个体呢 也完全有能力为自己 和自己所爱的人购买钻石 其次 如今珠宝首饰早已不是女性的专属 更多男性消费者呢 也越来越热衷于 各种热门的珠宝首饰 专属于男士的珠宝呢 亦会是现在流行的 无性别珠宝趋势 也逐渐地被各种各种品牌推出 除了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变化呢 传统钻石产业 也面临了新的竞争者 那就是人造钻石的冲击 这一新市场呢 势必会影响钻石的稀有价值 因此戴比尔斯也在2015年 启动了全新的推广项目 提出了新的广告语 真实是稀有的 真实是钻石 其目的呢 就是为了强调品牌钻石 天然稀有这一差异化品牌价值 但是尽管如此呢 面对市场的压力 戴比尔斯还是在三年前 大概18年的时候 调转方向 正式推出了采用合成钻石的人造珠宝品牌 Lightbox 因此 面对Z世代消费者 对于钻石含义更加宽泛的理解 消费情境的变化 以及人工合成珠宝市场的冲击 钻石和珠宝品牌们 应结合自身的品牌定位和品牌优势 通过提供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产品 以及配套服务 抓住Z世代消费者的心 给她设计可费者的肯定 水 等等 我们一起进行的 瓶石和胶食 给我们含乱的 我们一起进行的 然后我们一起进行的 就是我们一起进行的